女人开出一枪,男人瞬间倒地 可下一秒她就后悔了 不停地请求闺蜜,赶紧叫去胡车 谁知,闺蜜翻脸比翻书还快 一脚踢向男人,让他们别演戏了 接着掏出手枪,将男人打倒在地 随后又将枪口对转了面前这个女人 她们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惊天动地的故事呢 女人名叫安娜,是个寡妇 自从丈夫出车户去世后 便独自担起了照顾孩子的责任 虽然有一笔保险金可以用 但金额不大,常常入不敷出 为了补贴家用,她做起了主播的行当 可惜没有几个粉丝愿意看她 尽管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但也算简单安稳 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 叫她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她叫艾米,身材高挑,气场强大 绝对的颜值担当 目前在一家时装设计公司做高管 相比起安娜的平庸 艾米可谓是人中浓缝 好车好宅自然不在话下 老公萧恩还是个有才的作家 儿子更是聪明可爱 一家人幸福美满,羡煞旁人 谁都没想到 这两个天差地别的女人 在一个与天相遇了 并且还成为了一对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原来两人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学校读书 这天放学 孩子们非要在一起玩 艾米干脆邀请他们到家里小聚 两人窝在沙发上闲聊 意外发现对方的性格很对胃口 甚至在一次交换秘密中 艾米告诉安娜 他们夫妻俩曾玩过一次多人游戏 安娜也直言 在父亲的葬礼上 她把同父异母的哥哥给睡了 只有一点两人看法不同 那就是身为主播的安娜 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一切 可艾米却恰恰相反 她很注重自己的隐私 不允许任何人给她照相 这天下午 安娜接到艾米的电话 对方声称 有事脱不开身 她的丈夫这两天又在伦敦照顾生病的母亲 希望安娜能帮忙照看一下她儿子 安娜二话不说 疼你了 可奇怪的是 整整两天 艾米都没来接孩子 电话也打不通 无奈之下 她只能联系萧恩 第二天 急急忙忙赶回来的萧恩 第一时间来到安娜家 两人商量过后 决定报警 警察上门录了口供 可找人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有消息的 为了尽早找到艾米 安娜开始在直播中 向广大网友征集线索 随后在网友的提醒下 来到艾米的公司 偷偷潜入她的办公室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果不其然 在艾米的办公桌下 发现了一张她的自拍照 安娜曾听她说过 艾米十分讨厌拍照 更何况又是一张这么丑的照片 不免觉得一斗丛生 不过有照片从比没照片好 她将照片复印了很多份 贴在人流较多的地方 由于艾米的失踪 萧恩家里已经一团糟 她既要上班 又要照顾小孩 已经忙得晕头转向 安娜健壮 特地赶过来帮忙 她的热心 让萧恩很感动 两人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建立起信任 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暧昧 几天之后 警察通知他们 艾米找到了 可惜已经溺水身亡 得知这个消息 萧恩悲痛不已 安娜一直在她身边安慰 并陪着她举办了葬礼 结果两人越靠越近 最后直接睡到床上去 也不知道这个安娜是什么体质 老喜欢在葬礼上 干这种事 这件事之后 她就有了一种女主人的感觉 甚至偷偷试穿艾米的礼服 恰在此时 警察同样上门 这次他们不是来找萧恩 而是来找安娜 从艾米的解剖报告上 可以得知 她生前不仅酗酒 还喜欢注射各种违禁品 妥妥的引君子没跑了 除此之外 艾米死前还买了巨额保险 假如她死了 萧恩是最大的受益者 安娜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彻底懵了 难道 萧恩真的是凶手吗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安娜立即在家里翻找起来 果然看到了那份巨额保单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两个孩子都说 在学校里看到了艾米的身影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她忍不住质问起萧恩来 谁知对方并未觉得异常 反而认为是安娜想多了 至于那份保单 也不是她要买的 是艾米逼着她买的 既然人都死了 就让这件事过去吧 萧恩提出 让安娜搬过来跟她一起住 一开始 安娜还有点纠结 毕竟眼前这个男人 是她好闺蜜的老公 可以想到 从此以后自己摇身一变 成为这栋豪宅的女主人 安娜便喜不自胜 立马同意了 她开心的将艾米的衣物 全部清理出去 准备将自己的衣物放进去 可就在这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刚刚打包好的衣物 竟然又重新回归到原位 难道是艾米的鬼魂回来了吗 显然这件事没这么简单 果不其然 到了第二天 安娜便接到了艾米的电话 对方声称 自己正在天堂里看着她 安娜这才意识到 其实艾米根本没死 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具打捞出来的尸体又是谁呢 安娜决心 独自一人找出真相 她从艾米最喜欢的画里 找到了那个为她作画的女画家 对方告诉她 多年以前 艾米还不叫艾米 她叫Laura 两人有过一段开心的过往 可是有一天 她骗光了自己所有的钱之后 便失踪了 只留下一件夏令营的服装 安娜靠着衣服上的地址 渗腾摸瓜 找到了夏令营的所在之地 然而 借口考察 翻看过往成员的旧相册 果然查到了她的资料 没想到 Laura也是一个假名 更让安娜感到震惊的是 艾米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为了查找到更多的线索 安娜通过上面的住址 来到艾米的家 并见到了她的母亲 一番询问之下 真相才终于大白 多年以前 由于姐妹俩不肯忍受 父亲的暴力对待 便找了个机会 在家中放了把大火 最后导致父亲活活烧死 而姐妹俩 也因此过上了逃亡的日子 可他们两个 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简直是一张会行走的通缉令 为了不被警察抓住 最后只能选择分开 在这之后 艾米努力生活 终于在城里站住脚跟 还拥有了一个 令人羡慕的家庭 可艾米的姐姐 生活的并不好 长期酗酒 注射各种危机药品 最后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便找到艾米 威胁她给自己一笔钱 否则 就把当年的事情 全部抖出来 安娜联想到保险金的事情 立马意识到 一定是艾米 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她姐姐 之后一直不出现的原因 就是为了那笔保险金 为了不让艾米的计划得逞 安娜主动将她 有双胞胎姐姐的事情 透露给保险公司 成功打乱她的计划 随后又故意在直播中暗示 自己已经得知了 她未死的真相 这下一直躲藏起来的艾米 终于坐不住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两个女人久别重逢 相比起之前的姐妹情深 如今的她们 只剩下满满的敌意 安娜向福尔摩斯般 将艾米杀人的全部经过 讲述了一遍 可对方并没有立马承认 而是反过来讽刺安娜 睡完了自己的哥哥不够 还想把她的老公抢走 可男人的嘴巴是最靠不住的 随后 艾米拿出一盒录音 里面播放着 她跟萧恩的对话内容 原来 这个渣男并不是真的喜欢安娜 只是为了寻求慰解而已 接着艾米告诉她 杀人骗宝是萧恩的主意 既然她同时欺骗了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那就索性联合起来 给她一点教训 就这样 安娜回去之后 将伪造的证据 存进萧恩的电脑里 警察果然找上门来 与此同时 艾米用一个扳手 将自己的脸弄伤 随后一脸无辜的 出现在警局 向警察交代 是萧恩比她假死 骗去保险金 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 警察第一时间 将她带走调查 几天之后 保释回家的萧恩 终于见到了光鲜亮丽的艾米 两人刚没聊上几句 安娜便走了出来 让人意外的是 此时的她 一改往着柔弱的样子 竟然将枪口对准了萧恩 质问对方 为什么要欺骗她的感情 萧恩赶紧解释 一切都是艾米的错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 相互指责起来 突然 安娜话风一转 询问艾米 既然她姐姐不是她杀的 那就一定是萧恩杀的 难道她不想杀了 这个渣男报仇吗 见艾米不回答 安娜想都没想 一枪击中了萧恩 此时的艾米不再隐瞒 主动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可下一秒 她竟然仰头大笑 原来艾米已经识破了 安娜与萧恩的戏码 知道他们在演戏 其目的就是为了 让她承认杀了人 但艾米也不是个傻子 她早就提前将 埋伏在四周的警察支走 同时切断了 安插在家里的监听设备 随后艾米掏出一把真枪 将萧恩打伤 又将枪口对准了安娜 原来艾米的计划是 杀了两人之后 将罪名假化到安娜身上 这样她就能洗脱罪名 逃出生天了 可就在她以为 自己赢定了的时候 安娜却指了指 胸前的钮扣 得意地告诉她 这是一个小型监控器 刚刚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都被直播出去了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艾米 拔腿就跑 却被迎面而来的汽车撞到 警察也在此刻赶到现场 将艾米带走了 六个月后 安娜已经成为了一个 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 顺带着兼职做起了侦探 她的人生可谓是开了挂 混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一个小盲 改编自2017年的 达赛贝尔同名小说 故事情节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影片中的两个女主角 从一开始的闺蜜情 再到最后的互表 这种强烈的对比 给人一种超震撼的冲击力 与此同时 两人的反差极大 包括双方互怼的戏码 碰撞出了不少的火花 让整部电影充满了看点 剧情更是一波三折 不到最后一刻 完全想象不到她的结局 同时 也在提醒观众朋友们 看人不能只看外表 那些看着傻白甜的女生 未必是真的傻 搞不好 内心深处 藏着一头猛兽 也说不定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